心脏的关口是死者往来的地方 前面在讲心包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手腕上有一个内观穴 是心脏的保护伞 心神通往的地方 那么我们这个外观呢 就是和内观相对应的 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 外观穴在前臂背侧 是三交经和心包经联络的地方 所以分别称为内外观 就好像两国的死者互通有无 内观和外观 内外相呼应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效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 这便是调节舍部的平衡 就像脚部的太息 和昆仑调节脚部的平衡一样 平衡一直是中医最强调的一个理论 平和平衡才是最高的境界 那么可能有人要说了 怎么说舍部不平衡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尤其在小孩子身上体现的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小孩在白纸上写字的时候 写出来的字不是成一条直线的 而是一直向上 最后出来的字要么成一条斜线 要么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曲线 不直 这其实就是反映我们的舍部不平衡 而四肢还是由五脏来控制的 所以根源还在于我们内在的脏腹不平衡 这时候内外关穴一起刺激 对于调和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是非常有效的